随着疫情趋缓,国际交流陆续回昏 3月11日起,故宫迎接睽違已久的大型国际戒展 推出《范蒂冈宗座图书馆珍藏即明清宫廷藏书特展》 首次展出教廷及宫廷的珍稀藏书 除了一探人类知识文明的智慧结晶之外 更可近距离地窥见古书之美 行政院陈建仁院长以及扎尼总主教历临开幕现场 请欢迎您的智慧陈建仁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Republic of China 行政院长陈建仁与范蒂冈宗座图书馆 及宗座党案馆总馆长扎尼总主教 3月10日晚间联媚出席了 在故宫举行的开幕仪式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今天很感谢在天主教会花莲教区 卓西堂的圣马斯林合唱团 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他们特别从花莲而来 用丰沛的音乐能量 为今天的开展来增添棺材 在2016年故宫首次和教廷合办了天国的宝藏 特长让台湾人民可以一窥 两千多年前天主教传承下来的珍贵文物 当时我也很荣幸以副总统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盛会 教廷出借如此珍贵的宝物 远渡从洋到外国展览 不只彰显了教廷和台湾的深厚友谊 也令台湾所有的天主教徒们 都感到教宗的特别的关怀和眷顾 2017年 我以副总统的身份 接待范蒂冈中座图书馆 继机密档案馆总馆长 若望路易布鲁斯格格斯 总组教师 我们就有讨论到 希望以图书交流的方式来保持双方的互动 后续故宫就开始和中座图书馆 展开了长时期的展览规划 我们都非常认同 藉由文化交流来深化双方的连结 让台湾民众更有机会 认识范蒂冈的天主教文化 感谢故宫和中座图书馆的规划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特展也延了三次 今天终于可以顺利开展 让全世界历史最悠久 最重要的研究图书馆 富有文明保障 人类记忆 盛誉的中座图书馆典藏 终于来到台湾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 本次展览的主办单位 范蒂冈宗座图书馆 暨宗座档案馆总馆长 札尼总主教上台致词 范蒂冈宗座图书馆典藏杜宗座图书馆 展出成功 以及台湾和圣座文化交流 在故宫的邀请下 有了这一次的展览 整个展览分六大部分 包括范蒂冈宗座图书馆的赵建 文艺复兴时期的范蒂冈宗座图书馆 十七世纪的图书馆收集 十八世纪的收藏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六个单元 希望民众随着时代的脚步 认识范蒂冈宗座图书馆的重要成就和发展历史 这次展览拥有对话与交流的丰富内涵 希望参观者也成为交流和对话的传递者 及见证者 扎尼总主教表示 如同所有博物馆等文化机构 范蒂冈宗座图书馆不只是一个保存过去的场域 也是现在和未来的边界 一个能预见带领我们到未来 并肩负勇气与责任面对挑战 故宫院长萧宗黄则表示 这次特展特别向范蒂冈宗座图书馆借展 许多西文的书籍古币版画等 其中包括四十二件原件以及三十一件的影像输出 按照环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惯例通常不会允许超过三至五件以上的展品外界 但是这一次环蒂冈宗座图书馆非常慷慨地借出 真是难能可贵 那故宫博物馆在此深表感谢 Are you ready?跟我一起倒数 3 2 1 请启动 Please open the book 哇 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们请贵宾麻烦请看上前方的镜头 Please look at the camera in the front 再次也要告诉我们现场的贵宾 我们这次书的封面都是特别 根据此次的特展 精选出来做成我们今天的道具 so the camera of the book was taken from the exhibits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那我们请继续看上前方的相机 so one more time Please look at our cameras in the front and give us your big smile 好 请大家继续看上前方的好 请看一下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祝福范立冈宗座图书馆珍藏 即明清宫廷藏书圆满成功 我们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书收起来 谢谢 May the special exhibition be a great success 祝我们今天的特展圆满成功